16日 撤回逃犯条例修法 不过 中联办指责目前香港形势与外国势力干预有关 香港民阵号召的黑衣大游行星期日 6月16日下午2点半开始 不过 中午过后前往维多利亚公园集结点就已经比较困难 通往那里的班班列车几乎爆满 每趟能上去的人有限 大批排队身穿黑衣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耐心排队等候 他们不少人在滑手机 了解集会状况以及社交媒体上对集会的关注 这次游行主旨有三条收回逃犯条例修法 而不是暂缓 林郑月娥下台 以及谴责警方6 12事件中过度使用暴力 游行队伍中上述三项诉求 以不同的说法反映在人们手持的标语上 不过 游行现场 听到人们呼喊最多的口号似乎是林郑下台 星期日游行现场 学生没有暴动 释放被捕学生伤者 反送中 子弹射头等标语所处可见 反映警方执法表现的舆论观感 这一切他们都认为林郑月娥应该负责 因为他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 警方执法是正确的 游行现场 陈志仙同学对媒体说 大家好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林郑下台 还有就是要把暴政赶回去 他的话虽然简短 但是和其他很多人的想法差不多 现场有人表示 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是非目前已经很清楚 针对林郑月娥6月15日记者会上的态度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氏 宁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我们很不满意 我觉得 他一定要撤回这个条例 我觉得他刚才的回应 对市民表达的不满的回应非常不够 他也没有对政府以及警察所用的暴力 一点抱歉的诚意都没有 而且只是说 沟通不够 你们民众不清楚 我们政府要解释多一点 我觉得他一点诚意也没有 他不仅没有感动到我们 我看完之后觉得 比想象中的还差 星期天的黑衣大游行还有送葬色彩 很多香港市民借此为35岁良性男子送葬 15日这位抗议人士在金钟广场因坠楼身亡 许多人星期天手持白花和鲜花借此为他送行 称为了已经牺牲的人 我们不能放弃 有关他的坠楼死因可能还在调查中 报道说 有香港航空公司星期天取消了五个航班 因为职员今天正常请假的特别多 香港议会泛民议员毛孟静表示 港府不撤逃犯条例修法 他们就继续发动抗争 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不过 民阵已经取消了星期一全港三罢 罢工 罢课 罢市的呼吁 在另外一方面 中联办16日上午约见多名现任和前任港区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 报道援引参加会见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的话说 中央对林郑月娥的决定表示尊重 理解和支持 他还说 中联办认为 修理出心正确 可惜很多外国势力不断干预抹黑 并说 不完全统计闲适 外国势力67次发表声明 就这项修理以各种形式干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